无论你蒋万安 多么的积极 部装动员 但是没有一句感动的口号 老百姓是不会出来投票 那当然最重要 是王文威他也讲 就是唤起了国民党的危机意识 尤其他是空降 他是临时下来选 一句不要让蒋万安裹奖 这句话得到了不少选民的认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1月8号 王宏威赢得惊险 吴一龙输得漂亮 事实上正如我的预测 就是说王宏威这次选举一定赢 但是我没讲的是 从民调中 那我发现 如果按照正常投票率 王宏威不止赢6000多票 应该会到达一个上限 会赢得很多 但是我曾经在网络平台 跟视频上面写过 我也讲过 我一再强调两个 一个是投票率 一个是得票率 因为在台湾有法令的限制 所以我不方便讲 很多我朋友提供给我的资讯 尤其是民调 我的朋友告诉我 如果投票率高达四成以上 王宏威会险胜 如果是五成 王宏威是中胜 超过六成就大胜 但是他也跟我讲 如果投票率只有三成五 王宏威会以些为差数 大概不到2000多票 赢过五成 如果投票率只有三成 王宏威必输 他给我分析 他就是说 低投票率 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高投票率 对国民党是有利的 他最后一天 给我看的一些东西 让我吓了一个大跳 他说王宏威在中山区 所有的民调显示 他还输给吴怡农0.5% 结果投票出来 果然 当然0.5% 这个是非常的些微的差距 他输了900多票 但是在北松山是2比1 那换句话说 王宏威他要经营的重点 是在中山区 而不是在北松山 这些都是他在事前跟我讲 因为法令的限制 我没办法讲得那么细 我也没办法公布民调 就是说 他还是认为 王宏威跟吴怡农 相差在8%以内 那王宏威到了最后一天 国民党兵分 8路40个人帮他抬交 他说这个效果很好 让王宏威的民调止结 事实上到了最后三天 民进党的基本盘虽然没有动员 但是他也告诉我 他说基本盘回笼 但是这个回笼 我只能够说是自发性的回笼 而不是积极动员的回笼 那反观国民党是积极的动员 如果国民党这一次他不动员的话 王宏威一定输 这个是在选前一天 他把所有的结果告诉我 但是我为了避免影响选举 这些我都保留 但是我在节目上我还是讲 王宏威必然赢 因为北松山的票 是吴怡农没有办法回笼 也没有办法积极动员 所能处成 那从这一局给我们 有一个重大的启示 尤其给国民党跟民进党 有重大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 就是说 未来的选举 两党你要看谁积极动员 这一党必然获胜 但是积极动员的能量 是民进党是高过了国民党 这个是国民党必须要注意 那第二个团结的国民党 你未必能够狂胜分裂的民进党 这个现象已经出现 就是说那你团结一致 还可一战 战可必克 克是一功克两功克的克 就是你团结的国民党 对战民进党的时候 你尚可一战 但是分裂的国民党 必然不如民进党 这个是第二个启示 那第三个启示是说 未来在选举过程当中 究竟要不要操作仇恨值 这个是大环境的影响 你国民党2024 不能够复制类似的仇恨值 就是换句话说 仇恨值是随着疫情等等 虽然可以升高 国民党可以拿到选票 但是他有对象 这种对象就是包含 就是不喜欢蔡英文的人 或者像陈时中等人 你可以操作 但是如果不像蔡英文的这种人 代表民进党出征 我们讲难听点就是赖心点 你要操作仇恨值的话 大概劳而无功 这个是我给国民党的建议 那最重要的 我们就从这次的选举来看 民进党在中山区不动员 就已经种下了半斤 虽然这次吴一龙他们讲 对战蒋万安 他选的漂亮 但是告诉各位 吴一龙是二次参选 按照道理 他地方经营 比空降的王宏威来得有效 没想到这次民进党在中山区 没有积极吹票 也没有动员 那换句话说 分崩离析的民进党 不论你候选人 那你再强 你还是会败 从王宏威到吴一龙这场选战 给两党一个重大的启示 就是选战策略 要不要用负面文学 操作仇恨值 那最重要的 国民党的获胜 他说明了一件事 只要提名得到 只要这个人 还有公信力 有可信度的话 可以击败 沙场老将 吴一龙 所以王宏威的胜选 可以说 他的口号也好 他的选战策略也好 尤其那一句话 是打动了不少人 这个是给蒋万安一个警惕 不要让蒋万安裹脚 这个真的是给蒋万安一个警惕 你这次投票投了下来 其实最高兴的应该是朱利润 感到忧虑的应该是蒋万安 为什么 以蒋万安在这个本命区 那么积极的帮王宏威奔走 结果投票率不到四成三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在北松山 积极动员是成功的 可是他在中山区 宛如铁板一块 这个给蒋万安的一个重要的警惕是 无论你蒋万安 多么的积极布装动员 但是没有一句感动的口号 老百姓是不会出来投票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王宏威他也讲 就是唤起了国民党的危机意识 尤其他是空降 他是临时下来选的 一句不要让蒋万安拨脚 这句话得到了不少选民的认同 所以我们看这场选举 那我不会随胜负而起舞 我是看他其中动员的方式 他的选战策略那是什么 那最终王宏威虽然赢了 但是2024年他还是会碰到无议蒙